早晨,你今天要买的东西是什么? 买齐了 那就好了 我的天 我很好 小姐,你没事吧? 但你刚才已经夺了几样东西 就已经六十多元了 我很害怕 小姐,你先不要紧张 我是受过专业的训练 我夺过无数的产品 我只要你冷静,OK? 不是啊,我老爷奶奶来吃饭 我一定要做好东西吃的 我知道是不容易 我现在需要你勇敢一点,OK?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河门 OK,河门,你听我说 你现在深呼吸 你现在准备嘟你的腸 啊,价钱升得很快啊 你不要看过价钱 你只会觉得更难受 你看着我眼睛 但是,你可不可以嘟嘟便宜一点的东西 我可以,但这家里都一样 你冷静一点 我现在准备嘟汉堡扒 我受不了 我帮他们,现在嘟鸡肉 但是,我向你保证 你花刀既然买了这么多东西 你会很开心的 啊,哈哈 你顶住我,河门 我现在都知道要走 啊,你这个XX 你怎么这么对我啊 总算是7、8、94,99 那,会长 我这些小妻子呢 去到supermarket呢 真的会有这个 给一些价钱 令到我有这个心跳的感觉 哈哈哈哈 是啊 其实我们经常都在想 其实,这么多间超市呢 其实哪一间是最划算的呢 吉隆坡呢 我们有选择了7间超市 发觉呢 有4间呢 算是比较中高一点的级数 嗯 其实他们的价格呢 真的呢 是贵一点的 但是,正常咯 即是他们在一些 譬如一些漂亮的区 对,装修漂亮一点 冷气开大一点 又多人一点 又整齐一点 是的 所以呢,我们先将这四间 踢走它 踢走它 那我们剩下三间呢 我们和其实一般 马来西亚人民呢 都会觉得他们 是比较经济实惠型的 贴地点 那有哪三间呢 就是有A王 A王 有荷花 荷花 还有SSK SSK 好了 那这三间呢 其实我们大家听到 咦,是便宜的 但其实哪一间是最便宜的呢 今次我们就实行 和大家做一个格格专家 做一个精微的消费者 好 浩文,超市呢 我们选了三间 嗯 产品怎样选择呢 产品呢 我都选了几十样的了 哈哈 那就是当然和我们生活上有关的东西 食的东西 用的东西 即是日常生活接触到的东西 但是呢 我知道超市市有时候很差的 嗯 有时候我们不是经常用的东西 嗯 会特别贵的 所以我们今次都选了些 久不久会用的东西 嗯 都会进入了我们的名单里面 即是看看这个 这个呢 传说是否真的 是吧 那我们首先分了几个大类别 那如果我们先去第一个类别 看看一些奶制品 究竟哪一间最划 第一集 Dairy product 来 牛油先 我们选哪一间 这一款吧 本地brand 我们选择butcher 对吗 popular popular 这一款呢 我们选择一款 salted iron salt 那是什么价钱 它的价钱是14k 14k 200g 你知道margarine和牛油有什么分别吗 牛油是天然的 margarine是加工的 是科学牛油 大家要记住了 所以呢 我通常吃呢 我就是 不吃margarine 我是吃 是的 没错 大家看到这个字 spreadable 就是加工的了 所以我们都是小吃为妙 OK Next 牛奶 牛奶 很多人在家里都会买牛奶 OK 那这个是多少 Normember price是16k 4k 今天不减价 13k 99 好 好 你看完呢 其实发觉鸡蛋和牛油 其实价钱分别不是太大 是啊 但是芝士和牛奶 是可以有这么大的difference 可以 刚才大家都看到 其实我们的价钱 每一样东西 会有一个价钱 原价 后面固住一个 是一个会员价 或者是一个discount的价钱 其实一discount完 刚才可以欠三十多巴仙 是啊 我觉得挺厉害的 所以呢 而且有时的价格 你很紧贴才知道 我们第一次去和第二次去的时候 有些价钱已经变了 没错 所以呢 其实呢 如果你们是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其实你应该不要理他 先进入Member Member有些discount price 那样也便宜了 是啊 没错 那我们看完奶制品 现在我们到下一个category 就是看看这些包装和罐头食品 国民饮品 国民饮品 你们叫Milo 大人小孩都合喝 这里很划算 最划算 他真的要买一盒 我儿子最爱 刚才介绍了马来生日的国民饮品Milo 现在介绍马来生日的国民饮品 就是Meggy面 Meggy面在马来生日 由早午晚宵夜都有人吃 世界面有没有 然后你届肤都要配合 在 insbesondere在马来生日的国民饮品 在马来生日的旅行 时代替马来生日的呢 是否很配合我 有没有打算找我做代言 是否吉他人想用我做代言 看見罐頭包裝 其實價錢也沒有很大分別 但有一件事 只有一間才是最便宜的 是哪個產品 就是我們的國民飲品 迷露 迷露是何快一定是最便宜的 你不相信嗎 你自己去加價 它是長期最便宜的 到下一個類型 我看看平常家庭會用的清潔劑 洗衣液 洗碗水 究竟這些家庭用品又是怎樣 綠色在這裡 不對 綠色便宜一點 是不是這個 這個好像很划算 這個呢 你計算一下 為什麼呢 它現在減了25.1毫半這麼大包 這個是2.4L的 這個呢 是590ml 我當然是差10ml 你當它600 就是4包這個就等於一包這個 但是4包這個都是23元左右 4包這個要14元左右 22元而已 4包這個只是22元而已 但你一包這個25.1毫半 那你便是少了40ml 但是便宜了三個多 所以這個是比較便宜 我們買4包那個更便宜 但是這個呢 這個呢 就找笨實的 這個是什麼 1.5L 因為這個1.5L 你只是買兩包3L 3L都已經32元了 已經比全部貴了 所以你不要以為 我平常用這個尺寸的 找你笨實 找你笨實 你會將河花怎樣定位 我會覺得它是在A王的低一點 SSK高一點 那你覺得它應該比SSK貴 嘩 我豈不是知道 這個多少錢 Sunlight 599 它599也便宜東街 也不用減價 這個很便宜 很便宜 先拿兩支 先拿兩支 其實很多東西都很便宜 應該要洗碗 拿車 拿車 嘩 你真好 原來這些家居用品 價錢還差那麼遠 Face 每天都會用的 我們真的要精打細算一點 真的要選一間最便宜的 真的有些減價上來 真的可以欠30%至40% 不是人品是嗎 你想想一架廁紙也可能欠幾針 好像很便宜的 你不選擇 你不選擇 我真的隨便買 有時方便 對 而且你看剛才的油順劑 你不說是不知道原來 買小包幾包 真的會比買包大便宜的 牙膏等什麼 好 去片 是不是16包 16包 特價 對 特價 對 原價有1 1.5 你有沒有發現 剛才那行 很多牌都是減價 每天都會減價 所以它應該是餅乾醬 你看我教你怎樣看 這些後面就是原價 前面就叫做毫日賣價 不用分別 都可以看我們的價錢 但它有限定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日期 有些去到9月 有些去到23號 有些去到8月 有些去到31號 但我發覺A王真的有很多推廣 很多 很多毫日賣價 而且它有些是寫著Mender Mender Only 所以來到A王 你要做Member才提議 這就是A王Member 看了這麼多類別 其實原來在個人衛生和清潔肉物方面 價錢可以欠20-30% 是很自然的 哇 會長 真的很特別 A王呢 我發覺有很多減價的東西 看了這麼多影片之後 你走到一定有個鞋 旁邊也會減價的 它們通常玩Member Prize 有時候你走一行 你可以差不多80%的東西 每天都是減價牌 我相信每天看到減價牌一碗都會減價 會 很累 但可能下一行 他有很少減價 所以你真的要很精明 我想他們是看著同行對手 一直不斷變 是的 是的 整天都會看的 有Spy 有Spy 他們在調味料 Aona 你知不知道Tobasco 它在沙巴有個朋友嗎 叫Sobasco 你知不知道有些產品呢 你不是有人用 不是有人買 但是呢 價錢可以差很遠 哇 哇 橄欖油 的櫛油 大油油 真誇張 真的不夾比普遍 真的不知道嗯 看看想看好了 我去星期才買了一枝 她在櫃子中 實在太不精明了 不是 你這得很久不久也會用 平時的煮飯不是用EVOO 但是煮西餐 煮pasta 用EVOO 其實賣高的分數只是20% 但那條欠心數很重要 十多元 平時我們這些小妻 你去格價為了一個幾毫 你都可以走路遠去買東西 原來你一個不小心進去 一買了 差十多元 怎樣追求啊 十多元 真是好東西 接著我們下一個項目是飯類 飯和麵包類 好 去哪 我們是哪個米 Sun White 5kg嗎 是 這個嗎 這個 我們的超市永遠大部份都有一個習慣 就是不喜歡拿前面那一塊 是要拿後面 拉尾那些 但是後面是不是一定是新鮮一點呢 其實記得檢查 expiry date 好 讓大家看一會大家看一會兒 你有沒有看到 DNG意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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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gie & Gabba Dougie & Gabba Dougie & Gabba Fraction 那些東西你不會懂的 Dougie & Gabba Dougie Gabba Dougie Gabba 我們買筷子試試 看完後發現原來麵包是公價的東西 上面的貼著東西原來有寫價錢 我一直都知道它有寫價錢 但我還是想會不會在不同地方 會有賣貴一點便宜一點 其實原來不是 是全部統一三元 所以你記得我們做這個格格的時候 超級愚蠢 它沒有寫價錢牌 你記得嗎 是 你去找在哪裏有多少錢 就要問人家在哪裏有得奪馬 而且你知不知道那塊東西是有分顏色的 對 不同日期不同顏色 對 人家都會覺得我們很愚蠢 寫了在上面 沒辦法 那下一個category是甚麼 我最喜歡的 領色類 來到最邪惡的session pringles 其實說pringles 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實pringles不是叫potato chips 因為它不是一隻薯仔切片出來的 所以它是叫potato crisp 它是不可以用chips這個字眼的 還有呢 其實在馬來西亞 除了這一隻之外 還有一隻便宜一點的 就是 英國版和中國版 當然是會吃的 當然是吃 英國版 好 來到最後一類 就是大家在covid的時候 都會經常吃的 冷凍食品 吃雪糕 超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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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外套手衣服 買給女兒 吃外套手衣服也好 喂 沒有減價 等 等他減價 對 不要買 沒錯 走 有一个国民美食 那究竟这几间超市的chilled and frozen food 由哪一间会比较呢 好了 我们今天选择的产品 就已经全部展示给大家看了 哪间便宜 哪样便宜 大家知道了 心中有数了 应该是 但是到你去的时候 价钱又会变了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看完这条片 你可以做个精灵消费者这么简单 你都说你的运气 其实都是要靠你自己平时的洞察力 大家发觉其实我们选择的几十个产品里面 是没有肉和蔬菜的东西 水果的东西都没有什么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价钱真的挺浮动 是 那有一些 譬如SSK那些 你可以两元这么大包菜 它是真的可以很便宜的 它是普遍是便宜的 但是那些东西是否漂亮就自己看 我自己喜欢街市 街市是好的 是的 我觉得街市有比较新鲜 但是街市你不可以一炮过 买在家要用的东西嘛 而且SSK有个好处就是我们这些做饮食的 它有批发部门的 一箱箱买的 所以不是就特别便宜的 所以它也要便宜 没错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说过这些蔬菜类 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觉得会有一些Spy 每一天去看究竟是多少钱 就是看竞争对手 是的 然后就立刻下架 炸 炸 哇 我觉得很瘋 也对的 怎么知道它是多少钱才炸呢 它是多少钱炸呢 每天都炸 不是啊 如果是河花的话 通常都是周末炸的 周末会住去河花 是吗 不要说话 听到啊 记得 我们这次做完格价专家之后 你有什么结论呢 我真的证明了 说真的 我觉得自己做了笨实了这么久 做了笨实了很久 但是你又不要这么说了 你会去哪间呢 其实有时候都会去JV那些 方便啊 你住高级区嘛 没关系 因为真的很多间 是JG和VG 还有B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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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FM等等 不知道 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过今次研究了之后 我也有跟我老公分享 我觉得我会去多 他觉得你很聪明 他立刻问我 拿一个比较看 他都觉得 哇 全都离谱 有些真的离谱 我都会多些去我们刚才以上的三间 我会叫老婆多些去荷花 其实我不是经常去买很多东西 所以我最紧要方便 现在对这些超市格价的东西 有点心得的话 不妨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更爽的呢 下次想跟我们再隔些什么格 记得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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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ott Guy 感谢观看